记者01章嘉义报道,嘉义县议会今天召开联席会审查临时会提案,其中2018年台湾灯会经费3亿1千万元垫付案引发争议,多位蓝营嘉义县议员认为嘉县府提供资料仅有3页6700万元中央补助款无相关公文,如何证明经费能到位,垫付后未来若无到位,是否又要举债? 嘉县府财政税务局长检市民承诺,台湾灯会经费不会使用贷款,灯会经费相关资料于8月25日已向议会进行简报说明,嘉义县府举办2018年台湾灯会总经费5亿5千万元,包含废弃物清除处理基金5千万元,平均低权基金2千万元,灯会专户1亿2千万元,韩环境教育基金3千万元, 环境污染防治治基金4千万元及民间赞助5千万元,3亿6千万元为公务预算,中央补助款7千5百万元,县府自筹2亿8千5百万元,其中限款2亿4千4百万元及中央补助款6千7百万元,共3亿1千万元因未及编列预算。 今提出电付案,县议员张婉珍批评,电付案资料仅3页,中央补助款核定公文,各项预算明细表都未提出,县府其余提案都有公文作证,唯独台湾灯会提案,未付也无备案,如何审查。 县议员无资荣则批评,县府一直都把意味看衰小,公文也不给其,议员有审查权,3亿多元电付案资料不起如何审查通过。 县议员李国胜批评,台湾灯柜经费包含平均地权基金2千万元,使用后县府未来还使用现款偿还,这不就是借钱。 县市民回应,平均地权基金上有五亿六千多万元,使用两千多万元影响不大,县府各局处回应已提出的计划经费,其中社会局新著名登区八百万元已确定核准经费到位,另有教育处四百万元,建设处一千八百万元,农业处两千万元等振争取终。 李国胜、张婉珍、吴慈荣等多次要求退回此案,补齐资料再送经联席审查会主席民进党议员陈柏林下台协调后才是,请县府各局处周三及周四将各公文补齐,此案通过联审保留县议员李国胜、张婉珍、吴慈荣及王岐礼于9月1日2、3读会时发言权。